如果我今天希望我取得哪一個區 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你會發現它似乎有固定的規則 剛好在台北市 再來就是第四個字 第四個字之後區還好每個都剛好三個字 它沒有那個區是四個字或兩個字的 所以如果要取得區的話 你直接插入函數的話 直接用文字函數裡面的那個MID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MID MID 那你只要給它三個訊息 按確定 三個訊息 其實當然如果你現在要學函數 我是建議你第一個要慢慢養成好習慣 就看懂前面的這個敘述 這個要參數的名稱 我會問因為Esser提供參數名稱 序數都是英文的 而且那個英文還怪怪的英文 不是很標準的英文 為什麼 那有些都看得懂 像什麼 Texter知道是文字 其實意思是說 你給我你要切割的那個字在哪裡 那我要切割的字是什麼 就是地址 所以把地址給它 第二個訊息它是STAR STAR MUM應該知道吧 應該是LUM的縮寫吧 STAR NUMBER STAR 開始底線 這什麼意思啊 其實這意思是說 從第幾個字開始的意思 有沒有 STAR就開始 LUMBER就是數字 但是它給的訊息有點怪怪的 那你慢慢習慣 如果你可以慢慢習慣它這種 好像又很簡略的英文 但是又不是很標準的英文 這種敘述方法 你看得懂 那你其實慢慢就可以知道說 你要怎麼操作 這個 這個函數了 哪怕你從來沒用過 所以我慢慢其實 我也很多其實都沒用過 但是我其實慢慢習慣 我看得懂前面的訊息 那我給它它要的東西 它就給我它 這個我要的這個結 它就把它 return 回來 所以喔 第幾個字開始 第四 第四嘛 所以你就問答 所以有點像問答 然後第四個 第三個問 第三個猜疑是什麼 NUMBER CHAR是字 NUMBER是數量 白話意思有幾個字 幾個字 幾個字 從第四個字你要幾個字 對 你就填入到 填入三個就好了 好 答案就出來了 有沒有 給它第四 從第四個字 要三個字 OK 應該蠻直覺的吧 所以有這種喔 這就是一種 怎麼講 欸 你可以 怎麼講 習慣 就像你習慣一個人一樣 你習慣你的朋友 你就壞習慣 他明明 他講話 根本別人都聽不懂 但是只有你聽得懂 好 他敘述就是 但是他有點是 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你因為跟他各熟 所以你知道說 他的意思不是那樣意思 OK 雖然他看起來很壞 但實際上他是心力善良 對 有點類似這個味道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哪一區就出來了 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你插入樞紐分析表 馬上就可以知道 哪一個區的治安最差 哪一個治安最好 OK 所以第一個 那至於怎麼做 你們這個應該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再把什麼 再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 然後這個範圍選起來 再把區怎麼樣 放到列標籤 再把區 放到詞 那他預設的話 就是 因為你給他的資料 是非數字的 是一個中文字 所以他自動是用計數 不是加總 算幾個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馬上就統計出來了 哪一區治安最差呢 其實你再來什麼 在資料裡面做什麼 最差的 那應該是 切斷按鍵最多的 那就什麼 V到A 排序一下 所以 游標放在B4 V到A 欸 看得出來吧 所以呢 治安呢 最差的 前三名 就是 中山 有沒有 應該不意外 然後 40 再來 萬華 好像也不是 算很意外 OK 大概就是 這三個區 那最好的話呢 就是 大同 南港 跟 文山 OK 當然 如果你要用圖來表示的話 其實這邊 這邊的話 如果要做出像我們 在第幾個呢 在第二四頁 這邊的圖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如果今天呢 要把它改成二四頁 這邊的結果 OK 像這樣 最差的到 最好的 那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可以怎麼樣 一樣是 在選項裡面 樞紐分析圖 然後做一個直條圖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 就可以畫出我要的這個圖了 然後呢 把它再稍微移一下 在上面的標題 這次去改一下 要有什麼 什麼 欠帳按鍵的區的統計 之類的 各區 好 然後上面的話 就有一個標題 啊 合計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叫圖粒 圖粒就把它delete掉 好 那就可以做出 上面也許自在把它換個顏色吧 讓它看起來鮮一點 自放大 好 可以看得出來 從 這個 40 中山40 萬華 切到按鍵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 如果說呢 我們希望 看到的數量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我要換個方法 我想說 我現在不要看到這數量 因為我其實看數量 還不足以顯示我想要看的 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像這邊是顯示數量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在 第25頁 跟剛剛一樣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哪一區 可是你會發現 有哪些 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 這一個地方 它顯示的是百分比 而不是數量 因為有的時候其實說真的 我 不是 我是希望全TOTAL 知道哪個地方是 切到按鍵最多的 的一個比例喔 TOTAL是這麼多啦 哪邊最嚴重 找出最嚴重的地方 加以這個 花錢力上 當然是最有效益的 那 所以這邊的話呢 怎麼樣把它改成百分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這邊改成百分比的話 記得喔 一樣在哪裡呢 直欄位標籤設定 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 書面分析表 這個值的欄位設定 非常重要 我們剛剛預設就加總 項目 然後平均對不對 這個地方如果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特別就是喔 請你點選它之後的話 把它 剛剛是什麼呢 把它的摘要方式有沒有 隔壁會有個 叫做值的顯示方式 就這個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百分比 那記得把它切過來 改成什麼呢 底下有個值的顯示方式喔 記得呢 改成不是百分比喔 應該是總計百分比 總共全部 Total的 應該是總和百分比 不過好像不同版本名稱 是不是有差異 我記得我之前用的版本叫總計百分比還是什麼 現在這邊要叫總和百分比 反正意思一樣就OK了 你把它改成總計或總和百分比 OK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你看到的就不會是數量 而是它所佔的比例了 我要按確定 OK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就出現了 但是如果還有小數點 跟剛剛一樣 如果你小數點不要的話 你可以再把小數點位數去掉 把它改成整數位就好了 百分之 中山區 切大按鍵這百分之十三了 跟 最後一名喔 比的話呢 5%跟13% 哇比起來其實就有個落差了 OK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將來喔 假如顯示的方式呢 如果不要是十條圖的話 也是一樣你可以什麼 把它按右鍵 有沒有 變更圖表類型 如果我現在 不要把它變成十條圖 我要換 像剛剛一樣 換成什麼 圓形圖 因為我主要顯示比例 哪個地方最多 一樣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圓形圖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但也是剛剛的老問題 上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用圓形圖 最麻煩的就是記得 一定要 再去顯示什麼 資料標籤 然後把資料標籤的格式修改 就不要麻煩 如果跟資料不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多 那設定方法 我在版面配置 你們自己找一下 你們應該是在其他地方 會有個叫資料標籤 我還是要用終點外側 你可以再試試看 終點內側 因為終點內側的話 因為字如果是黑的話 那放終點內側 那個字會看得不清楚 所以通常是放終點外側 再按右鍵 把它的這個資料標籤格式 改成什麼 百分比 然後呢 這個類別名稱 按個去關閉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哇 這個就很清楚了 中山區 13% 士林區 11% 萬華區 10% 那一樣喔 我如果要凸顯 什麼 凸顯中山區的自然 不太好 那我可以了嗎 把這個 圓形圖有沒有 中山區的那一塊 拉出來 他拉入通通通通 ready 極 198 先點一下圓形圖 一下 第二個 再點中山區一下 再往外拉 中山區出來 OK 這個其實還蠻方便的 而且還蠻好用的 以後你要凸顯哪一個區塊的話 那很快的你就可以把你要凸顯的這一塊給做出來 而且並不太花太多時間 不過目前的話我們只知道哪一區 但其實區其實範圍太大了 有時候還是難以掌握 為什麼警力不可能說分布中餐區這麼大 到底中餐區哪個地方自然最容易被遭小偷 所以接下來我們應該知道哪一條路 路至少就比較縮小範圍了 那可是要怎麼樣知道說哪一條路上面的治安不好 所以再來的話待會你就要看那一條路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區域的這個圖給畫出來 然後統計一下 我剛剛這邊多改變了一個東西 就是總計百分比 也就是說請你把原來的這個數量 把它變成百分比 做的方法記得 請你在值的這個什麼 藍位設定裡面 改成有沒有 它的在要方式右邊這邊 值的顯示方式 改成叫做總和百分比 或者叫總計百分比 反正這個只是名稱的差異 按確定之後 那你顯示出來的樞紐分析結果 就會是百分比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什麼差異百分比 計算加總值多少等等的 其他方式 如果興趣同學也可以不妨試試看 然後OK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圖的圓形圖 變更 按右鍵 記得變更圖表方式 試試看 那至於那個什麼 哪一條路上面 自然最長 而且列出前十名 把前十名列出來 怎麼做 試試看 好 好